9月6日被爆出尺毒 遭警方逮捕 7日上傳道歉影片到個人的社群上 那我的確在今年国外跟台湾 都有吸食过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大方认错了态度 或者无数网友粉丝的好评 也得到不少YouTuber的声援 像是RD、白铃过、Chip等人 纷纷在个人现实动态转发该影片 并且配文力挺 然该状况也引发 底下YouTuber版网友提出讨论 不少人对此感到失望 纷纷表示真的搞不懂这个社会怎么了 吸大麻是值得相挺的事吗 酒妹犯法大家都挺 反观前阵子菜阿嘎跟流氓 没犯法却被抛到死 也没朋友发现洞挺 被抓到才道歉 没抓到继续吸 这也叫负责任 等等负面评论 下班 同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